今天的这些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就是旧仓置业1997 选择原因是港股延续反弹行程 后市关注中美就中概股退市问题的进展 和俄乌局势等因素的变化 本港消费券即将发放 加上本地疫情放换 预料短期会利好本地零售表现 股份可以关注九龙仓置业 九仓置业去年纽规为盈赚近44亿 2020年同期是亏损接近79亿 摩根大通认为虽然面临第五波疫情的挑战 但相信九仓置业的股价已经反映了聚差的情况 认为九仓置业的营业额 租金贡献比例较高 对重新开业后 租户销售情况的改善具有较高的敏感度 而去年大力大力宣传活动 亦有机会令租金利用已经见底 走势上公司3月17号列口上升 突破去年11月以来的下降轨 并且持续向上 星期一收到38.5毫升 跌了0.5% 策略上建议在37.5厘附近吸纳 主要大行在业绩后 给予公司的目标价平均是41.1 短线可以用这个水平 即41.1作为参考 中线可以用去年11月高位45.16厘作为目标 跌穿上个月中的上升列口上风 35.21就要止蝕了 中线的水平均是余几屏的 Rosa天狗 放送唤唤唷 汇预作为目标 总线可以用这些股价台 营登院 请不消灯 我们针谈 您有 针独